2018年8月1日,中共佛教協會會長仕學成 性侵多名出家女弟子的醜聞在互聯網上廣傳 當天曾任北京龍泉寺都建的仕賢家仕賢企 實名發布一份長達95頁的重大情況匯報 舉報仕學成性侵多名出家女弟子 利用多種手段,對這些女子實行精神控制 搞所謂男女雙修,以及寺廟違建、巨額資金取向不明等問題 仕賢家仕賢企是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工程學博士 他們發布的重大情況匯報,很像一本博士論文 有目錄、有復健、有事實陳述、有重要證據 邏輯缜密、條理清晰,引起有根有據被海內外讀者廣傳 市學成被舉報時,任中共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 法音雜誌主編、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福建佛學院院長 陝西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陝西法門寺佛學院院長、福建廣華寺方丈、陝西法門寺方丈、北京龍泉寺方丈等 2008年,當選中共全國政協常委、2018年任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 1983年,市學成在福建佛學院裕科班學習時 得到時任中共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趙普初的賞識 1988年,福建廣華寺方丈引退,趙普初力排眾議 舉薦當時還在中國佛學院讀研究生的市學成擔任主持 1989年1月,23歲的市學成成為中國佛教寺院中最年輕的方丈 1993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普初 提拔重用市學成為中共佛教協會副秘書長 市學成49歲時,當選中共佛教協會會長,成為中共級別最高的大和尚 中共對待宗教的做法,是把宗教中共化 即抽去宗教最本質的內涵,變成信中共的團體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後 市學成成為推動中共佛教協會學習十九大報告精神的主要倡導者 其副手,中共佛教協會副會長映順,在一個培訓班上公開講 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世的佛菩薩 十九大報告就是當代的佛經 佛教徒要做到知黨愛黨,與黨同心同德,聽黨話跟黨走 市學成在中共官場混了這麼多年 淪為一個極其下流、骯髒、無恥的色魔是必然結果 2018年8月1日,世賢家、世賢企的實名舉報在網上發表後 龍泉寺立即發表聲明稱,舉報是基於偽造的證據,是惡意構陷 但是世賢家、世賢企有根有據的舉報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 即便有人想掩蓋也掩蓋不住了 2018年8月2日,中共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表示 已注意到互聯網上舉報世學成有關問題的反應 已收到舉報材料,並已開始調查核實 但公安機關對世學成性遷案的調查沒有任何結果 世學成僅被免職,世學成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 江澤民污衊法輪功是某教並於2000年11月成立中共反邪教協會 世學成任該協會理事 2001年,世學成在福建佛學院校刊發表專文污衊法輪功 同年3月,在北京舉行座談會,世學成再次污衊法輪功 世學成曾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 update PAD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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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